我没有听明白十念法 你能再为我简单的解释一下十念法吗 以便以后受持持法 十念法要辨识下有两种 一种是持云真实尊者提出的十念法 还有一种是印光大师提出的叫十念技术法 大家不要搞混啊 我们浓缩禁等文讲的十念法 主要是指宋代的持云真实禅实 真者提出的 它是根据阿弥陀佛四十八大院的第十八院的理论 来建立的十念法 这十念法就是用十口气去念 你早上或者对着佛像 或者对着西方合掌 深呼吸到腹部 然后进这一口气把它念完 能念多少声南无阿弥陀佛 就念多少声南无阿弥陀佛 能一口气念完再吸第二口气 再把它念完 一共吸十口气 这叫借气疏心 借着这个运气 把这个散乱的心收拾过来 用的时间少 但是他这个实念的过程 非常全身贯重 聚精会神 是这样的一个方法 那么应主的实念技术法 它是由于我们念佛 常常是考虑念着佛号 心里就会跑 打妄想 为了让我们静音相继 收拾心 设在这个佛号当中 那你就 这时候就不要去深呼吸 你就均匀的呼吸 你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 异地当中给他记一 一的数量 一 南无阿弥陀佛 心里记二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从一记到十 再记到了十 再回来 南无阿弥陀佛 心里又记一 又从一记到十 就是每一句佛号 你都办事着一个数量 这样呢 它有个好处 如果心跑了之后 你的数字就会中断 记不清楚了 记不清楚数字 说明你的心跑了 心跑了 这时候你就把它拽回来 再重新开始 南无阿弥陀佛 一 南无阿弥陀佛 二 这样过的 这样不仅是你这样的念得快 南无阿弥陀佛 心里记住 你就是精行 就是念东京佛号 共修的时候 实际上 当你迈步走的时候 你都办事着数量 畅念南无阿弥陀佛 比如你在陀字上记一 或者在阿字上记 记数字 你记到十 再重新记 也都能够比较射心 这叫念之在之 你念佛的时候 心就在当下 不能去跑 都是六根 敬念相继 设心念佛 功德甚大 比散心念佛 来得大 所以 这是 避免散心 妄想心 往外跑的 一种方法 这两种实念法 你都可以去实践一下 不是 有点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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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